本土疫情延燒 北市又新增了95例本土个案 卫生局公布其案足迹 八大场所又成了热点 其中又有四人曾经到过牛郎店 包括案24982 案26404 和案26428 以及案26883 都曾到过M南模会馆 另外世蒙百姓酒店 以及罗福娱乐公司也出现 确诊足迹 有七例是跟酒店相关 那目前台北市累计跟这个 群聚事件有关的 总共有31例 如果知道可能 涉足相关的一个足迹 或是可能跟确诊个案有接触 那或是已经出现呼吸道等症状 我们建议能够使用家用快塞试剂 另外新北确诊病例 又高居全国之冠 一天暴增143例 新店某医院医师也确诊 案26710 曾经在清明廉价到外县时出游 4月7号发现身体不是快塞阴性 但因为自己不太放心 隔一天又自塞 结果变成阳性 随后到医院PCR后确诊 CT值27 目前已经安排到集中检疫所隔离 那目前医院跟他接触的总共有40位 全部PCR都是阴性 双美疫情多点开花 短期内恐怕还不会落幕 但让人忧心的是 高峰恐怕还没到 记得张大鹏旭光好 SNG小组台北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